目前画面中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年由县府执行的路品专案 包括台东市博爱路、浙江路、中兴路等三条12公尺以上的道路 耗资近2000万的道路整修 为了洗漱台东道路崎岖坎坷的旧印象 针对台东市区的主要干道进行路面刨除及铺舌工作 那路品专案是黄县长99年上任以后 开始在编列相关预算 从台东市开始来执行 那我们所挑的道路是以12米以上比较重要的连外道路 从99年到100年到今年是第三年 今年开始前线16乡镇市都有路品专案 其中台东市花了3000万 另外8000万用追加的方式做在其他的15个乡镇 那台东市今年做的主要的路段是在中兴路 浙江路、博外路、中山路以及金城路 施工的期程可能有很多的乡亲会觉得说 在做路品的时候好像时间 实际的施工还叫蛮短的 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呢 当然最重要就是管线的协调 那包括中华台电还有宽品 我们整个在三个年度就开始协调 然后配合各营业单位 他们编列相关预算 今年中把所有的这个相关需要路品的路段 把他们人口跟手口下降 而我们也希望说完工之后 在最少最少两年到三年时间 不再有在挖路面的情形 所以在过程的协调我们花了更多时间 希望我们在各单位的配合之下 能够提供我们台东县 包括台东市还有15个乡镇 有很好的行的空间 除了厂商针对施工路段 标示的部分应该尽量清楚之外 加强夜间的标示也是刻不容缓 而工程执行期间 民众如果有反应事项 也可以直接向现场施工厂商提出 为了让民众有安全的道路可以使用 目前正在加进赶工 而施工期间容易造成民众交通运输上的不便 所以经过施工路段的民众要小心慢行 以防止交通意外的发生 而目前中心路路段已经完工 浙江路段预计在30号完工 而不外路也预计在11月15号会陆续完工 东西新闻文革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